校集公司 齊報議員 剛剛這個姚文治說要辭立委 這個 他是在反諷馬英九 因為1月16號就要投票 所以姚文治說要辭立委 那跟馬總統 在這一個馬席會做的任何的一個保證 這個都是沒有效的 因為1月16日即將產生新的國會跟新的總統 所以她是 所以姚文芝是在反諷說馬英九總統 在即將卸任的一個總統 出國做那麼大的一個政治承諾 是不是有效 那再加上對照說馬總統 之前的政治誠信的一個問題 當然國務人會不放心 所以我們認為說 對一個即將卸任的一個總統 在這個即將不到兩個多月 就馬上要進行總統大選的一個投票 那去以她的個人進行的政治豪賭 那以全民都不知道 到底是拿了什麼東西作為籌碼 來進行個人的政治豪賭 深深不以為然 這也是為什麼說民進黨一直 民進黨黨團一直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一個公開透明的一個原則 我們禮拜一 剛在審入委會預算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國會正常的一個監督的一個程序 那明明就禮拜六把大家進行馬席會 主委禮拜五就要出國 那竟然那麼重大的一件事情 有那麼多的機會 都卻不都不向國會來報告 那我們所有的委員不分黨派 都被蒙在鼓裡 所以我覺得這是極度的不尊重國會 也迴避國會的一個監督 我覺得這個部分站在國會的立場 應該是給予嚴厲的一個譴責 那我們比較遺憾的是說 在國民黨邱文院委員大家都很敬重 在環保或者是國土規劃 大家都很敬重的委員 我覺得這一次邱文院委員是不及格的 半分鐘 那至少還做個樣子說 要護航 用30秒鐘的時間 這個還弄了一個違法的一個程序 來護航這個福茂 結果我們邱文院委員擔任主席 你把所有的 我們包括幾位委員 大家好的在跑選區 那為了這個馬錫瑞的事情 來國會要行使 這個國會議員監督的一個職責 結果這個邱文院委員 你在擔任主席的這個過程裡頭 你又不處理 大家共同的一個提案 大家也是很忙啊 對不對 所以你用不到 30秒鐘的時間 你用這種意識 拖延了這個這種方式 來閹割同仁的一個職權 我覺得這個我對你是沒有辦法 這一點是我沒有辦法認同 你應該要盡速處理啊 你應該要盡速處理委員的提案啊 那夏立元主委 哪有說 夏立元主委說 我們都沒有打電話去跟他說 確認他的一個時間啊 那邱文院委員擔任主席 我們的委員的意見也法律那麼多啊 那你假如對於委員的意見有意見 那你國民黨的委員又不來 大家就好好的辯論啊 那國民黨委員不來 然後留一個邱文院委員 在這邊當健保 我們也不可以批評邱文院委員個人啊 對不對 但是你這種是形同啊 在閹割國會職權 自我矮化國會 講難聽一點也是共犯啊 跟馬鈴九一樣是共犯啊 然後我說那麼重大的一件事情要去 新加坡馬錫威要談 要談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行程怎麼出來我們都不知道 那國外沒有權力知道嗎 人民沒有權力知道嗎 人民沒有權力知道嗎 你說要談RCEP也好 或者是和平協議 到底怎麼談要談什麼 對國家有沒有有利不有利 有沒有損及主權國家的尊嚴 大家都不知道 哪有哪有這種 我過去在政府部門服務啊 要出去談判那個準備的作業 哪些東西的底線到哪裡 對國家的哪一些選項是有利 哪些是不利 你要至少要讓國會知道說 哪一些議題 是應該是要透過國會的程序 公聽的程序 或者是人民表達意見的程序 讓大家了解 讓這些厲害相關者 能夠知道說 到底我們的政府出去 是要談了哪些事情啊 這不是說馬總統自己一個人出去 然後政府幾個人 甚至是體制外 另有其人在安排馬席會 到底是用什麼東西做籌碼 用什麼東西做交換 全民都被蒙在鼓裡 我覺得這個是 全民沒有辦法忍受的事情 真的是沒有辦法忍受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全民有你今天假如要 把你一生在我們國會 你努力四年專業形象的理由 你要培葬下去 民進黨絕對奉陪 你今天不安排 陸委會 來這邊 按照我們立法院的程序 邱恩怨委員你所有的法案 我們民進黨一定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處理邱恩怨委員你個人 因為你主持一事不中立 如果在這邊還是要再奉勢 那這些案子你就不處理 那這些案子你就不處理 今天有什麼事情 單方面告知你單方面告知你訊息 然後回來又 說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然後講了又走 那我們到底知道什麼事情 人民的疑問 到底是什麼 都沒有解決人民的疑慮這樣 那為了自己個人 我覺得坦白講 我們的國會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所以我希望說邱恩怨委員能夠盡速處理 我們邀請 這個夏立委員來立法院報告的 這個相關的一個提案 接下來是鄭天成 普通一句話 因為他講了我 好 主席謝謝啦 因為剛剛 剛剛我們齊曼兄的提到 提到我 其實啊 我只有倒馬